最帅的毕业生 朴宝剑穿学士服帅诈我毕业拉南韩男星朴宝剑今天,21日,下午1点参加明知大学毕业典礼,他在2014年考取该校电影音乐剧学系,尽管演员的工作繁忙,他还是认真到校上课,努力勤学四年完成学业,他身穿学士服长袍,头戴学士帽,一进校园就像等待已久的媒体。 鞠躬问好,开心笑道,我毕业拉。接受媒体采访时,朴宝剑也表示,我毕业了,以后也会不断地进步,对于学校生活不后悔,已经尽力地做到了没有遗憾。 许多粉丝期待他早日推出新作品,朴宝剑也表示,今年内会展现更好的面貌给大家。 问道师兄宋仲基有没有给予他祝福?朴宝剑笑说,因为太紧张了,所以还没联络过任何人。 而昨天朴宝剑的毕业照在网络曝光引起粉丝不少关注,就连从小到大的毕业照也被晒出来,除了小时候比较圆润之外,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。 粉丝留言大赞是最帅的毕业生呢?太好看了,天生的花美男超像。 男祝贺,王大陆合体曝光 网友爆动拉韩国演员男祝贺自从演出《奶酪陷阱》后爆红,长相俊美的他还担任过几部韩剧的男主角,是许多女性网友心目中的男神。 最近他到美国看球赛,巧遇王大陆,还开心地一起合照。 19日男祝贺先是在自己IG上曝光两人的合照,接着王大陆也在IG上放上两人的合照,许多粉丝们看了都非常好奇两人是怎么认识的,纷纷在底下留言讨论。 有趣的是,有粉丝看书男祝贺与王大陆两人似乎侧脸长相十分相似,还大开玩笑地留言说,是十三多年的双胞胎。 孪生兄弟,神似,长得好像最帅的毕业生。 朴宝剑穿学士服帅诈我毕业拉南韩男星朴宝剑今天,21日,下午1点参加明知大学毕业典礼,她在2014年考取该校电影音乐剧学系,尽管演员的工作繁忙,她还是认真到校上课,努力勤学四年完成学业。 她身穿学士服长袍,头戴学士帽,一进校园就像等待已久的媒体鞠躬问好,开心笑道,我毕业拉。 接受媒体采访时,朴宝剑也表示,我毕业了,以后也会不断地进步,对于学校生活不后悔,已经尽力地做到了没有遗憾。 许多粉丝期待她早日推出新作品,朴宝剑也表示,今年内会展现更好的面貌给大家。 问到师兄宋仲基有没有给予她祝福?朴宝剑笑说,因为太紧张了,所以还没联络过任何人。 而昨天朴宝剑的毕业照在网络曝光引起粉丝不少关注,就连从小到大的毕业照也被晒出来,除了小时候比较圆润之外,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。 粉丝留言大赞是最帅的毕业生呢,太好看了,天生的花美男超像。 男祝贺,王大陆合体曝光 网友爆动拉韩国演员男祝贺自从演出《奶酪陷阱》后爆红,长相俊美的她还担任过几部韩剧的男主角,是许多女性网友心目中的男神。 最近她到美国看球赛,巧遇王大陆,还开心地一起合照。 19日男祝贺先是在自己IG上曝光两人的合照,接着王大陆也在IG上放上两人的合照,许多粉丝们看了都非常好奇两人是怎么认识的,纷纷在底下留言讨论。 有趣的是,有粉丝看书男祝贺与王大陆两人似乎侧脸长相十分相似,还大开玩笑地留言说,是十三多年的双胞胎。 鸾声兄弟,神似,长得好像最帅的毕业生。 朴宝剑川学士扶帅诈我毕业拉南韩男星朴宝剑今天,21日,下午1点参加明知大学毕业典礼, 他在2014年考取该校电影音乐剧学系,尽管演员的工作繁忙,他还是认真到校上课,努力勤学四年完成学业,他身穿学士服长袍,头戴学士帽,一进校园就像等待已久的媒体。 鞠躬问好,开心笑道,我毕业拉。 接受媒体采访时,朴宝剑也表示,我毕业了,以后也会不断地进步,对于学校生活不后悔,已经尽力地做到了没有遗憾。 许多粉丝期待他早日推出新作品,朴宝剑也表示,今年内会展现更好的面貌给大家。 问到师兄宋仲基有没有给予他祝福? 朴宝剑笑说,因为太紧张了,所以还没联络过任何人。 而昨天朴宝剑的毕业照在网络曝光引起粉丝不少关注,就连从小到大的毕业照也被晒出来,除了小时候比较圆润之外,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。 粉丝留言大赞是最帅的毕业生呢,太好看了,天生的花美男。